記者現在所在位置就在台東富岡渔港這邊呢 這裡其實就是往返藍嶼跟往返綠島的航班的港口喔 但是因為杜蘇瑞颱風來襲 這裡呢這25號到27號三天 要往返台東綠島的船班是全部的來停駛的 而且就連漁船都不能夠出港 對此海巡署也有最新說法 綠島航班三天25號到27號預計影響二次航班 然後藍嶼到藍嶼的部分預計是影響六個航班 好另外其實也可以看到這個富岡渔港這裡面呢 看到這個浪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大 就連我們剛才看到在堤防外游浪直接是從外面衝了進來 可以想見浪是有多強的 而且現在颱風正在步步的進逼到台灣來 漁船方面呢正在港口內進行防台的作業準備 把船隻整個都拉好了避免被吹走 或者是被破壞掉 不過海巡署其實也提醒不只是船隻 民眾也不要靠近岸邊 如果違反的話最高可是會罰25萬元台幣 那麼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到最後一會兒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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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